同意一票 同意一票 长榮基士罢工投票进行开票 同意者高达900票 确定取得合法罢工权 基士工会的长榮分会 已经确定取得合法的罢工权 那么在取得合法罢工权之后 我们接下来也会将后续进行实质上的 在罢工行动的详细规划 也不排除可能罢工在农历的春节期间 过年期间罢工势必将影响旅客权益 基士工会指出最晚将在发动罢工的 24小时前预告 并建议长城县旅客准备备案 交通部则表示 劳资双方周三将与政府各部门再次协商 期盼尽速达成共识 两三个礼拜前就开始敦促双方 尽速正面的来沟通 避免走 罢工权的行驶是一个过程 它最后的目的还是希望 公司跟劳方能够达成共识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秉持三亿多项互动 目前两个领导人都有往这边走的意愿 长榮航空则对投票结果表达遗憾 并指出赞成罢工机市的人数 仅占长榮机市的三成 也成立紧急应变小组 强调不放弃与工会协商 然而一旦劳资双方谈判破局 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旅客 新唐有台电视 林天心张连杰 台湾桃园采访报道